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的一个梦现在很多人提到莫小琪 都会想到她是娱乐圈的第一神婆 但在接触星座前 莫小琪还是个演员 她出演过不少经典作品 出水芙蓉 悲情母子 大旗英雄传等等 都是她近年来的作品 这次在天衣无缝中莫小琪饰演的苏梅是个特务 曾经和资历群陆一饰演 假扮过夫妻之后 爱上了资历安 苏梅是很有那个年代感觉的女性独立 自信 有想法 虽然一开始因为爱情被资历安利用 但随之她了解真相后 所展现出来的魅力 让人觉得 眼前一亮目前莫小琪 已经在剧中出现 虽然镜头不多 但也确实抓住了很多观众的眼球 期待 她在之后能有很多反转和惊喜 比起莫小琪知道谭凯的人就少了很多 其实并不是大家没看过她的作品 而是没关注过她的名字 却眼熟她的脸 谭凯本来是个高收入的设计师 在三十岁那年 才正式踏入影视圈 她与马依丽 佟 大卫合作过奋斗 也和王学斌合作过秘密胡歌 张梦主演的神话中也有她的身影 还有乱世佳人 编程春秋 独战 何以生肖默 锦绣未央等等 观众都能看到谭凯而谭凯 在天一无放中饰演的杜维 明目前还没有很多的镜头 以至于很多观众都不知道 她是否有出场这次谭凯在剧中的角色 尝着茂密的落腮骨 很难让人和她本人联系到一起通过剧照 不难看出这次谭凯饰演的角色 我是一个硬汉 穿着一身黑色皮衣 戴着黑色墨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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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